贺一涵儿子曾志豪之前才大方公开第一代黑色惠美眉的女友Maggie 经脸书宣布结婚喜讯 拥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是甜蜜责任的开始 曾志豪脸书全文如下 感谢大家的关心与祝福 我们都收到了 是的 2023年 我已经成为人夫了 拥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是甜蜜责任的开始 今年对我来说 是特别巨异的一年 不只是身份成长蛻变 也是生命的见证 让我更多更多的精力与顺服 感谢主 赐给我一位拥有共同信仰的好太太 这些日子以来 无论我们在沟通任何事情与磨合的过程当中 都不曾有过争吵 只有更多的同理与爱 这真的很不容易 愿大家都能亲近神 得到这份神赐下家庭的喜悦与祝福 再一次感谢各方亲朋好友 亦能借的大哥大姐前辈 媒体朋友等的关心与勉励 而37岁曾志豪今年4月才跟 Maggie一起接受三立新闻网访问 当时曾志豪坦言 已带女友见过88岁奶奶 奶奶对Maggie也很满意 有结婚共事的两人也打算开始做人 但由于都是基督教教友 曾志豪说虽然不能婚前性行为 但已在讨论做人时间点 小两口近来也搬到林口新家展开同居生活 虽然说我知道酸民或网友就喜欢 就是你说实话这样 爸爸咪就留很多 爸爸咪就死人家的心情唱歌 不懂谁养我 你养我吗 讲句很难听话 关你屁事 不好听 曾志豪继承贺一行 遗产爱三 爱上黑色惠美眉四个月 美心行为 37岁曾志豪在EC5音乐餐厅 以及影视餐酒馆著唱 回想起爸爸贺一行 2019年并是隔天 他为了生计禁业演出 竟然招来酸言酸语 虽然说我知道酸民或网友就喜欢 就是你说实话这样 爸爸咪就留很多 昨天那时候爸爸刚结束的时候 我还来这边住上这边那个新闻 人家说爸爸那死人家的心情唱歌 不用谁养我 你养我吗 一开始我刚才有说我会K了 后来我觉得我就当笑话看一看 讲句很难听话 关你屁事 关我屁事 我过好我自己的 我不伤心害理 我该做什么 把气氛的事情好 把身体养好 把阿嬷照顾好 然后未来的另一半 好好的在一块就好了 是的 曾志豪恋爱IMG的对象 是黑色惠妹妹处身的Maggie 女友目前也是她的经纪人 小两口交往四个月 也搬到林口展开同居生活 目前呢 正在为白万结婚基金打拼哦 所以你现在经济状况 是可以结婚的吗 是没有问题 现在加级都还在看 但是因为有些时候 比如说公共活动 或者是一些公庙的一些 它不固定 伤眼 还有伤眼 所以就可能这个月 maybe可能无关 maybe 那下个月 欸多突然失望 哦 就是不一定的 奶奶喜欢吗 满意 都很好 都很好 所以结婚日期定了吗 还没有 还在RFC市讨论中 那要先准备做人吗 计划就 计划 可是你的宗教可以先有吗 不行吧 能不能规划 可是可以 不可以 但是我们就讨论 讨论 是不可以 没有错 但是就是会讨论说 等什么时候点 什么时间点 曾志豪预计在明年等级结婚 只是呢 他近期透露身体状况亮红灯 聚会也开始以茶代酒 以水果代替下酒菜 早期可能就是太常应酬 然后做起不正常 然后身体出状况 可能有时候会有点晕眩 或者心脏 或者是 对 他有看医生吗 有都有 之前爸爸有那个 心脏装支架 那我就怕会不会有疾病 所以也就照了心脏的这个断层 就都OK 现在比较早睡早起了 嗯 那你现在来 没有 以前是这个时候结束 后面可能还有疤 现在就结束就是回家 直备休息 嗨 大家好 我是武痛 谢氏乃哥 我是徐乃琳 我是丹湾熊 是欧巴桑 丹米虹 我是蔡康永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小S 我们是 浩角翔琪 祝福3D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你这边就好 祝福3D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3D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在这边要祝3D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3D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3D新闻网 十岁生日快乐 祝3D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3D新闻网 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3D新聞網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